陈芳明右手写论文 左手创作 他写散文 也从事诗和文学评论 2015年他出版了《梅与迅美》 相较于至文学史的严谨理性 《梅与迅美》 是学者陈芳明的文学感性的一面 为什么是诗 诗行有限 想象无限 终于在字句的音色 节奏 暗示 寄托了无可释怀的情绪 最初无法进入诗的世界 总是在一座秘密花园的墙外徘徊 终于在一个惆怅的最低点 灵光乍现了 伸手推门就走进去 跨入诗的版图之后 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